欢迎来到三米阅读,阅读乐趣,三米启航,祝您听书愉快。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小说《未来学大会》。 这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代表作。 莱姆在波兰的地位很高,波兰有一颗天文观测卫星,就是用莱姆的名字来命名的。 它出生于1921年,2021年是它诞辰100周年。 为了纪念它,波兰政府宣布,这一年是莱姆年。 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莱姆的大部分作品才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非常深远。 它所有作品在全球的销量超过4000万册,被译成52种语言。 它在科幻界的地位也非常高,备受推崇,是国际公认的科幻小说天才作家。 我们还可以在莱姆的身上看到更多的身份, 比如哲学家、未来学家、文学批判家、波兰宇航协会的创始人、美国俄亥俄州伍斯特大学科幻小说研究会顾问等等。 不过,莱姆身上最常见的标签还是科幻小说家。 他最出名的科幻小说包括《索拉里斯星》、《起主之声》、《无敌号》、《伊甸》、《机器人大师》系列, 以及我们今天将要解读的这本《未来学大会》。 莱姆的作品有两个特色,一是内容横跨科学、技术、文学、人工智能。 二来,这些作品都具有智慧、博学和幽默的特质。 这些特色都充分体现在1971年出版的《未来学大会》中。 虽然常常被人看作是科幻小说家,但莱姆及其作品的价值,如果只从这个类型小说的角度来审视,是不够完整的。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莱姆是犹太人,1921年出生在利沃夫,这里曾经属于波兰,现在属于乌克兰境内。 莱姆家境殷实,父母都是医生,堂兄还是波兰一位知名诗人。 年少时,莱姆兴趣广泛,涉猎了医学、哲学及科学。 纳粹占领波兰时期,他还当过汽车装配工人。 当时,莱姆全家靠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才侥幸逃过了劫难。 1945年之后,莱姆在父亲的逼迫下上大学读医科,但他担心毕业之后成为军医,就放弃了最后一场考试,没拿到毕业证书。 他之所以七一从文,是因为他一见血就晕。 不过,如果我们细看莱姆后来的作品,就会发现在他笔下,他那些庞杂的知识结构和跌宕的生活经验一点都没浪费。 渊博,信息超量,或者知识的狂欢,是很多人对莱姆作品的第一印象。 1946年之后,莱姆开始了创作生涯。 他在短篇小说,诗歌及评论方面多点开花。 当时,波兰的内容审查很严格,他就想办法在内容审查与读者期待之间探索平衡之道。 1956年之后,随着波兰言论管控逐渐放松,莱姆迎来了创作的旺盛期。 科幻小说,以及有关科学与文化的随笔评论,成为莱姆最善于驾驭的问题。 人们对莱姆及其作品的推崇,是从冷战中后期才开始兴盛的。 他的小说《索拉里斯星》被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拍成了史诗巨片飞向太空,大大提升了莱姆作品的传播影响力。 但如果你真正深入莱姆的文本之后,应该会发现,他的文字的深度和魅力常常是影像难以充分体现的。 正因为如此,莱姆收到的赞誉更多的是来自严肃文学界。 人们在形容他的时候,往往会用上最高级的形容词。 比如,英国文学大师安东尼·伯吉斯称赞莱姆,是当今活跃的作家中最智慧、最博学、最幽默的一位。 美国作家库特·弗内古特认为莱姆,无论是语言的驾驭、想象力还是塑造悲剧角色的手法都非常优秀,无人能出其右。 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也对莱姆推崇被制,多次表达过莱姆的真正独一无二的想象力,对他本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纽约时报还曾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位科幻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那么此人就非莱姆莫属。 今天的解读有三部分,前两部分我们会梳理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来了解一下莱姆作品中最重要的特质,智慧、博学和幽默。 第三部分我们来具体说说莱姆的文字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和深度,它给后人带来了什么影响。 好,我们开始第一部分,来看看《未来学大会》这部小说如何集中体现莱姆作品中最重要的特质。 正式开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未来学? 未来学通常是指研究未来的综合学科,通过定量、定时、定性和其他科学方法,探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预测按人类需要所做的选择实现的可能性。 小说开头写道,男主角伊阳蒂赫刚从太空探险归来,他是个学者,受邀参加在哥斯达利加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未来学大会。 故事发生在哪一年呢? 通过小说后文中拐弯抹角提到的时间标志,我们可以判断,第八届大会发生在1971年,而这部小说本身正式出版于1971年。 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开始的时间点,是与作者当时身处的时代完全重合的。 不过,这个时间点是否真实可靠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到了小说的下半部分,还会有出人意料的情节。 男主角蒂赫参加的这场大会,会场设在一家高达106层楼的希尔顿酒店里,因为来餐会的未来学家和记者非常多,他们在饭店里的拥挤程度与大会的主题非常合拍。 这次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人口爆炸问题,以及怎样有效的控制人口爆炸。 莱姆之所以会这样设定,是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激增引发的能源匮乏,是全世界最关注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当时的知识界并没有预见到后来的人口增长模式,会呈现出复杂曲折的趋势。 人口并没有一路增长下去,很多国家都在担忧人口的负增长。 不过,小说中未来学者们为未来勾勒出来的景象,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并不显得有多么荒诞。 由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所导致的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以及阶层矛盾激化,在如今的世界中也确实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里写到的人口爆炸,其实只是地球生存危机的一个浓缩变形的概念而已。 拥挤、混乱和资源挤兑的场面一开始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未来学大会的开幕典礼乱成了一团。 在那段时间,美国驻哥斯塔利加大使馆有两位官员被极端分子绑架,现场剑拔弩张。 美国大使在大会发表演讲时,他身边的六个保镖甚至会拿枪指着所有与会的专家。 对于庞大且混乱的场面,莱姆很善于用华丽、机翘、信息量巨大的句子来铺陈,营造出一种荒诞、反讽、宛若、狂欢的气氛。 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写的。 一百多层的高楼本身就像个巨大的生物,简直是个与世隔绝的温柔香。 楼外面的新闻层层过滤之后才得以进来,就像是地球另一边的新闻。 跟着莱姆在书里的叙述,我们大致能脑补出这样的画面。 楼外面的现实世界里正在发生一波接一波的城市骚乱。 绑架者和掌权者正在用拔掉人质和再压政治犯的牙齿来互相威胁。 可是在楼里面,男主角蒂赫却像是闯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迷宫。 他先是误入自由文学招待会,见识了文学家们在奢靡放荡的盛宴中醉生梦死, 然后赶紧下楼来到真正的未来学家的招待会。 但他大失所望,这是个寒酸的冷餐会,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有人说,这是因为大会的重要议题是人类即将面临的世界性饥荒, 所以不适合铺张浪费。 但也有人说,这么节俭是因为给未来学会的拨款被无耻地削减了。 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蒂赫回到自己位于第一百层的房间里。 接下来,我们会跟着莱姆自由驰骋的比处, 在蒂赫的主观视角和精神世界中飞奔。 我们几乎会同时接收到来自三条线的信息。 在第一条线上,蒂赫发现, 他从卫生间水龙头里喝到的水正在让他的身体和情绪发生急剧变化。 蒂赫想起,他曾在科学刊物上看到, 人类正在研制一种叫和善剂的精神类心药, 能够诱发漫无边界的快乐和幸福感。 他们有一些很好听的名字, 比如快乐唇,欢庆宿,共情伞。 但是如果把其中一个暗机换成抢机, 人就可能会得到愤怒唇,暴跳粉,狂躁伞。 蒂赫感觉自己应该是服用了前者, 因为他此时的灵魂似乎沉浸到无比甜美的软泥中, 以至于他只能强迫自己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却惊恐地发现, 他竟然爱他们所有人, 原谅他们的一切, 对于人类同胞的爱意几乎要在他的胸中爆炸了。 在第二条线上, 大会仍在进行中, 每一个与会者都在畅想人类的未来。 在这一段里, 莱姆通过各国代表的发言, 描述了很多充满讥讽意味和想象空间的奇思妙想。 比如, 日本代表发布了他们新开发的面向未来的新式建筑, 有八百层楼, 生老病死全在楼里解决, 甚至还有专供亚文化群体活动的地下室。 第三条线, 是会场之外仍在持续的骚乱。 外界时不时地扔进一个燃烧瓶, 警察小队和维修小组一直在旁边待命, 迅速用尼龙帆布盖住破损的家具和尸体。 除了迪鹤对精神药物有所警觉以外,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因为饮料中的精神药物而兴致盎然, 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正当瑞士代表刚开始宣读报告时, 整栋楼开始晃动, 紧随其后的爆炸和剧烈震荡表明, 哥斯达利加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 极枪扫射的声音从街上传来, 陆续有未来学者们离开会议厅, 然而台上的教授仍然在做一场悲观的报告, 指出人类文明的下一个阶段是所谓的识人主义, 最终在自相残杀中走向绝境。 至此,三条线终于并到了一起, 我们此前接收到各种信息碎片, 拼接成了一幅喧闹荒诞的画面。 我们已经知道, 当地政府凭借水和饮料, 已经在悄悄实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秘密化学统治。 为了尽快度过危机, 他们又动用了某种新式气溶胶化学安定剂, 让整个城市进一步陷入了癫狂和失控的局面。 迪赫亲眼看到, 特警部队用榴弹发射器向人群开火时, 人们并没有四散奔逃, 也没有咳嗽流泪, 反而在缭绕的白烟附近挤成一团。 先前的呼喊声迅速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歌声, 他们竟然唱起了赞美诗。 为了逃命, 迪赫与瑞士未来学家托特尔莱因娜教授, 一起进入酒店地下室避难。 在那里, 人们已经分不清眼前是现实还是幻觉了, 他们饱受善良与爱的折磨, 抓住别人倾诉忏悔。 迪赫一方面得摆脱他们的纠缠, 另一方面, 眼睁睁地看着让自己维持清醒的氧气筒即将消耗殆尽, 这样下去, 他最后也会被和善级征服的。 不过, 接下来的情况急转直下, 在一大段密度很高的文字中, 迪赫先是到处逃亡, 见到各种离奇的景象, 再是受了重伤,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大脑被移植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体上。 这么循环了两轮之后, 迪赫的自我意识已经分崩离析, 他一心求死, 却连自杀的能力和权力都没有。 最终, 他被军方判定为精神分裂, 他们决定要对迪赫实施玻璃化。 所谓的玻璃化就是把目前无法挽救的病例, 放在叶弹里冰冻四十到七十年, 等待未来复苏之后再接受治疗。 于是, 在整部小说的上半部分, 迪赫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是他的身体掉进叶弹时的哗啦声。 到这里, 小说的整体结构被蓝腰分成了两半。 接下来仿佛是一首乐曲的过门, 我们读到主人公迪赫从什么都没有, 到好像有什么东西, 再到他眼前出现蓝白色的冰川, 最后他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沐浴在阳光里的花椰菜。 这是迪赫正在被逐渐解冻的过程。 小说的下半部, 就是解冻苏醒后的迪赫, 在公元2039年写下的日记。 此时展现在迪赫眼前的, 与上半部的末尾截然不同。 这里似乎是一个宛若仙境的完美世界, 食物充足而优质, 环境整洁而赏心悦目, 纽约城外的复苏馆宽敞的就像一座城市, 其中有许多花园, 帝赫甚至还有一个蓝眼睛的私人护士。 帝赫从电脑里教授的有关现代生活的课程中发现, 当年他们对未来的忧虑也许是启人忧天, 如今的地球虽然有295亿人口, 但是由于全球裁军, 地球已经享受了30年的持续和平与全面繁荣。 如今的地球上仍然有国家, 有边界, 但没有冲突, 既没有外部的冲突, 也没有内心深处的冲突, 甚至像精神病, 心理变态这样的词汇都已经没有人使用了。 银行就像是人们自己开的, 需要用钱写个收据就可以取到现金, 不用为利息和还款之类的事情烦恼。 解冻的每一个人都会收到一个储蓄账户, 里面存了一笔所谓的重生启动金, 甚至天气都是要靠投票来决定的, 想要晴天还是雨天, 想要彩虹还是鸡雨云, 都有每月的全民公爵来决定。 然而, 地鹤的心头依然隐隐不安, 在这个心想事成的美丽心世界里, 他弄不懂那些取之不竭的物资都是从哪里来的, 到处都是面包奶酪, 却看不到古物, 墨坊和奶牛。 地鹤的护士还以为奶牛是一种机器, 无论地鹤怎么解释, 他都无法想象那是一种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的动物。 池塘里有几只随叫随到的天鹅, 但它们似乎不是训练出来的, 而是靠遥控引导的。 实际上, 那个时候所有的野生动物都已经灭绝多年, 街上的人打扮得倒是像孔雀那样花枝招展, 个个宽容友善, 脸上永远挂着微笑, 俊连人们的器官和四肢似乎也是可以随意拆装的。 地鹤发现, 唯有在一个问题上, 眼前的这个世界与它被冰冻之前的那个世界是一脉相承的, 那就是药物的神奇作用。 铺天盖地的广告, 都在宣传一种叫拟针剂的药物, 它能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合成为你自己的记忆, 比如说, 只要吃几颗淡丁素, 你就会深深相信是自己写出了神曲。 地鹤与她的护士爱琳日久生情, 发展出一段短暂的恋情, 但是好景不长, 它们俩在是否要屈从于心理化学统治的问题上,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为了在争吵中获胜, 爱琳吃下了一颗道打唇, 于是理直气壮地反过来指控, 是地鹤偷偷服用了辱骂素。 地鹤忍无可忍, 决定停用任何药物, 并且与爱琳分道扬镳。 地鹤曾经在未来学大会认识了托特尔莱因娜教授, 那位教授正好是精神类药物学领域的专家。 直到与托特尔莱因娜教授重逢, 地鹤才明白, 这些精神控制药物还只能算是个小问题。 托特尔莱因娜教授此时的身份是新时代未来理论家, 把一大堆全新的概念灌输给了地鹤, 地鹤才知道, 自己感知到的这个世界完全是悬空的。 自从25年前, 人们合成出了一种叫梦氏宝的终极迷幻药之后, 整个世界就被篡改了, 梦幻的梦, 装饰的事。 也就是说, 地鹤醒来后的所见所闻, 以及他触摸到品尝到的一切, 都是他的大脑通过梦氏宝虚拟出来的。 为了让他看清真相, 教授悄悄递给地鹤一种叫快起床的警醒案, 用来反催眠, 地鹤只是打开瓶盖闻了闻, 餐馆里富丽堂皇的景象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满目疮痍, 身边是充满恶臭的干水桶, 而这居然已经是城里最贵的餐馆之一了。 沿着教授指引的路径顺藤摸瓜, 地鹤发现的真相越来越多。 在小说快要结束时, 我们赫然发现, 原来此时的时间点并不是日历上的2039年, 真正的年份已经到了2098年。 那时候由于物资严重匮乏, 人类不得不将自己的需求压到最低, 成为现实状况的囚徒。 但是与此同时, 人类又需要继续维持一个危险的平衡, 否则世界将会堕入极度痛苦的深渊。 通过孟试宝的作用, 人类终日生活在虚构的2039年的完美世界, 彻底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 读到这里, 错乱的时间感, 也许会让你对上半部设定的1971年同样发生疑问。 既然蒂鹤醒来之后的2039年, 其实只是2098年的幻觉, 那么谁能担保发生在1971年的第八届未来大会, 就不是一场幻觉呢? 小说的结尾把我们的时间感搅得更乱。 在虚构的2039年中, 教授告诉蒂鹤, 眼下正在召开第76届未来学大会。 到了结尾, 蒂鹤带着同归于尽的勇气, 冲向迷幻药的制造者赛明顿先生, 抱着他一起从一扇敞开的窗户跳出去。 蒂鹤以为他们将会粉身碎骨, 然而当撞击真的到来时却是轻柔的。 紧接着, 蒂鹤仿佛从某个梦里被推回现实。 托特尔·莱因娜教授在昏睡中被他的惨叫惊醒, 炸弹的声音渐渐平息。 这位瑞士教授正在用一支笔修改论文, 蒂鹤似乎又回到了当初在希尔顿酒店地下室里躲避骚乱的时光。 小说到此, 戛然而止。 现实的立足点究竟在1971年, 2039年, 还是2098年, 所有光怪陆离的描写, 究竟哪些是幻觉? 第八届和第76届未来学大会究竟哪个是真的? 或者都不是真的? 关于这些问题, 作者都没有给出答案。 层层嵌套的未来与现实, 就在一片混沌中神奇地交织在一起。 好, 我们已经梳理完了这部小说的故事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学大会是一部从头到尾都在开会的小说, 一个关于未来的会, 开着开着真的走进了未来。 最后又疑似回到了现在的会场。 这个巧妙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框架, 既让我们关于人类命运的想象和探讨, 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又在同时解构这样的想象和探讨。 我们很容易想到, 这样一部小说就像很多披着科幻外衣的纯文学作品一样, 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色彩。 小说下半部里, 那个看似完美的未来世界, 被残存着独立思考意识的地和一点点撕开面纱, 露出了苍白而枯稿的底色, 这就是典型的乌托邦的幻灭过程。 这样的主题其实不算新鲜, 不过莱姆在这部小说里用以构建乌托邦世界的核心是心理化学统治, 也就是依靠类似梦士堡那样的极端逼真的置换剂来实现对人们自由意志的剥夺。 莱姆用大量充满想象力的细节, 在很短的篇幅里营造出完整而缜密的体系, 读来既让人兴致盎然, 又陷入某种身临其境的惊悚感。 正是这些细节让这部小说充满了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莱姆在作品中替未来世界发明了很多新事物, 但发明的更多的是新词汇。 在小说中, 按照托特尔·莱因娜教授的说法, 新时期的未来学家研究的不是未来本身, 而是所谓的语言未来学, 通过审视未来语言演化的各个阶段来研究未来。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视为莱姆写作这部小说的意图之一, 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自嘲。 因为我们只要翻开这部小说, 几乎每页都会出现各种各样妙不可言的新词语。 比如, 蒂赫解冻以后觉得自己简直成了文盲, 他借着一部疯狂的词典才知道卵钗是从油钗演变过来的, 指的是那些负责把人类的受精卵送到指定家庭的优生规划人员。 而新时代的助推器实际上说的是助运设备, 矫器指的是人工族爱好者, 复兴者则是指那些死后又被救活的人, 因为新时代的人们可以随便置换身上的零部件, 想要彻底死去成了一件异常困难的事。 莱姆的博学和智慧, 他对未来的洞察在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里出现的物相机和实影仪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下最热门的AR增强现实和VR虚拟现实。 莱姆那时候就担心人类会沉浸在虚拟世界里无法面对现实,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紧迫。 小说里还有一处细节, 是三个手带电脑之间聊天, 一直聊到吵起架来, 这样的情况现在可以在不同的智能手机的语音助手之间发生。 至于莱姆笔下的细节和桥段给多少科幻文学带来启发, 就更加数不胜数了。 比方说,我们知道,这部小说里幻觉与现实层层嵌套, 因此,蒂赫怎样判断自己究竟在幻觉还是现实中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托特尔·莱姨娜教授告诉蒂赫一个诀窍, 当游乐场上的旋转木马飞速旋转时, 梦士堡制造出来的幻象就会发生错位, 通过观察这种错位就能发现自己处在幻觉中。 如果你看过电影《盗梦空间》就会发现, 小说里的这种设定很像《盗梦空间》里的那个在梦中永远不会停下来的陀螺。 再比如, 教授给蒂赫看了第76届未来学大会上的论文摘要, 里面出现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未来的离奇幻想, 其中有一个方案鼓吹的是宫外生殖, 假知主义和普遍的远程感知。 每个人只留大脑, 封装在精美的保温塑料罐里, 脑罐是一个带插座插头和扣环的球状容器, 由核能电池提供能源。 这样一来, 营养物的摄入在物理上是多余的, 只需要在想象中通过恰当的编程来进行。 脑罐还可以连接任意的仪器、 机械和车辆, 通过远程感知移动到任何地方, 通过传感器和摄像头完成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 这些设定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很眼熟, 我们在黑客帝国之类的科幻大片上, 都见过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大量情节和设定。 但是要知道, 未来学大会出版于1971年, 比起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 在理性、真理与历史艺术中提出的著名的刚中之脑假象, 都要早了整整十年。 在未来学大会里,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段落, 他们大部分都隐藏在那些并不起眼的细节里。 如果稍微铺陈延展一下, 几乎每一个段落都能独立成篇。 莱姆只是信手拈来随意挥霍, 用轻松戏谑的口吻, 把哲学维度上的严肃讨论, 化解成一个个玩笑。 阅读莱姆的小说, 我们总是既被人性的悖论和未来的困境所震慑, 又被他的狂欢风格深深感染,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是莱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风格。 在他笔下, 科幻小说不是各种新奇事物的陈列式, 无视为了转化成影像的文字脚本, 也不仅仅是成熟套路环环相扣的类型小说, 而是充满了唯有依靠反复阅读, 才能体会的文学魅力。 未来学大会这部小说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波兰文学大师莱姆是国际公认的科幻小说天才作家, 他的作品在全球的销量超过四千万册, 不过科幻小说家只是他众多身份里的一个, 他还是一位哲学家, 未来学家, 文学批判家。 他的作品常常横跨科学, 技术, 文学, 人工智能等领域, 人们读起来会觉得这些作品信息超量, 或者是一场知识的狂欢。 今天为你解读的未来学大会是莱姆的代表作之一, 能够集中体现莱姆的写作风格。 未来学大会是一部从头到尾都在开会的小说, 这部小说跟很多披着科幻外衣的纯文学作品一样, 有鲜明的反乌托邦色彩。 莱姆在这部小说里, 构建乌托邦世界的核心是心理化学统治, 就是依靠类似于梦士堡那样的置换剂, 剥夺人们的自由意志。 莱姆真正独一无二的想象力, 她对文字的驾驭, 她的才华横溢都体现在未来学大会这本书里。 这部作品的篇幅并不长, 但莱姆在其中营造出了完整而缜密的体系。 未来与现实层层嵌套, 读起来既让人兴致盎然, 又会陷入某种身临其境的惊悚感中。 如果你对莱姆的作品感兴趣, 可以在得到电子书找来她的作品集读一读, 亲身感受一下这位文学大师的艺术。